我們各位委員同仁,還有我們衛生署署長,還有各位行政長官 我麻煩那個署長,謝謝 請署長 署長,只有一個問題 美國牛肉進口的爭議 美國的聯邦貿易代表柯克 最近在那裡交分配還在說 他希望說我們要前面造我們的企業 那個外交部或是說你們哪個單位 去跟簽訂這個貿易的協定是怎麼簽的不清楚 他希望我們前面開放,是這樣嗎? 這怎麼不得檢出什麼受肉精啊? 這一個問題啊 現在我們衛生署的態度是怎麼樣? 因為現在是這樣,農委會如果沒有 這個他本身就是禁藥 所以在衛生署的態度來講,禁藥就沒有所謂的 一定要是零檢出 所以是零檢出嘛 但是他又講了一句 他很想覺得我們好像每一次啊 這個在禁止什麼東西進來的時候 都是沒有依據科學的依據 他說啊 要決定要不要進出口 必須依據充分的科學證據 這一句話好像隱含我們以前啊 都沒有依據科學的證據啊 局長 你敢相信我們是一個不文明的國家? 沒有,所以 包括委員 對於他們每次的談話 我們都基本上的態度是這樣 他說我們沒有遵照協議 那我們就很清楚在協議裡面 就是要遵照我國的法令的規範 就是說他不能違背我們國家的衛生標準 所以這是很基本的態度 所以我們沒有違背所謂的協議的部分 沒有嗎? 第二個在科學的一個爭議上面 我想我們都會認得 不管是農藥、動物、用藥 這些都有經過 我們在國際上當啊 要給我們檢討 我們站得住腳嗎? 我們是絕對站得住腳的 我覺得站得住腳 而且對台灣的國人也可以交代嗎? 是 我們所有的評估 因為他還有講的一句話 我覺得這一句話我比較有興趣 他說 台灣沒有任何理由 繼續阻止台灣消費者買到美國牛肉 這主控很大 這不是說 是在感應內政而已 還想說在挑剖我們這個衛生術 和我們的八生 要吃牛肉的八生的這個感情 對不對? 你認為你福氣嗎? 這一句話 我想我們是否開放 一定會經過這個科學的評估 所以剛剛蘇生有提到就是 農委會一定會做一個評估 是否這個瘦肉精 合適在台灣在做使用 所以這兩個立場 我們衛生署都站得住腳嗎? 是 第一個 沒有刻意的去阻止美國牛肉 進口給我們台灣的百姓吃嗎? 沒有 絕對沒有 這個就是絕對有科學的依據 是 那沒有問題 好 好 那現在啊 我也很好奇 因為 美國牛肉的爭議啊 可以講說 是變成啊 那個 我們台美兩國 有一陣子很嚴重的問題 三管五卡 現在有沒有還在卡? 我想現在都還在卡 有 三管五卡一直都有在進行 所以做得很好就對了 是沒錯 好 那這樣就放心了 今天的預算可以解凍 謝謝 我的部分哪 別人我不知道 謝謝